内蒙古有个托克托线 那里盛产青红椒 一到辣椒成熟的季节 一些加工厂就会对这些辣椒进行加工 做成脱水辣椒 而在加工的过程中 给辣椒去坝去活是最困难的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辣椒数量非常的多 一个工厂将近要处理1000吨的辣椒 工人们更是每天每人都要掰上 一吨的辣椒 而且传统的用手扒和用瓶子顶的方法 效率非常的低 工人们也非常的清楚 托克托县有个人叫贾文斌 看到这种情况 去搞了一台辣椒去活机 来检查他们的负担 青椒都是人工去扒 很麻烦 一个一个他把那个把子抠出去 有一百多号人 我去看见了 我是一个做机械的 我就是我跟你研究一个 用机械来代替这张公物去扒这个 它这个机器是采用搓的方式来破碎辣椒 破碎辣椒的装置呢 是由内外两个反向的旋转滚筒组成 内滚筒上窄下宽 外滚筒上下宽中间窄 巧妙地形成了外子型浸掉口 滚筒内壁呢 附着了方向相反的斜纹钢条 模仿了手工搓合的过程 将辣椒呢倒入进量口之后啊 机器呢会自动将辣椒的头朝下 瓣朝上 然后呢再进行系统的分离 你看现在的辣椒都是 瓣子都是朝上的了 对对 哎 转着转着辣椒的瓣子都是朝上了 这台机器啊 一个小时可以处理将近五吨的辣椒 处理后的辣椒啊 皮儿 瓣 籽儿分离得非常好 不仅减轻了工人们的负担呢 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气的速度又比我猫宝贝 太多了啊 这个机器拨的是干净动的 跃跃比人工的好 你看 它这个指寸含流量几乎没有 好多辣椒加工厂啊 都在用这台机器 用过之后啊 对这台机器啊 都是赞不绝口啊 如果有对这台机器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找它聊一聊 这个机器很实用 原谣老师发明一团队 轻易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